因為我整個暑假都不在 然後他們就我們球隊暑假也打了很多比賽 其實我都是缺席的 所以現在回來還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然後教練其實也不會一次放太多給我東西去吸收 所以在我回來廣州的時候 他其實都慢慢的每天一點一點的交給我 然後也是透過很多的一些練習中的對抗 然後來適應他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適應的還不錯 首先要說的是其實他看他牌子這麼大 其實他沒有價值的 他其實跟我們球員融入的特別好 然後他也是很願意跟我們每個球員來配合 所以我覺得跟他配合還蠻特別的一個經驗 會面對像去年一樣的不是問題 就是一個角色上面的改變 我覺得自己可以慢慢的適應 然後也會接受這個角色 因為上場我跟外圓小外圓的其實我們的角色都可以互換的 有時候他可能打一打累了 或是他需要做一些變化的話 其實我都可以來擔任控球 然後其實很適應的 當然有這麼多人支持 我覺得是一個鼓勵吧 我覺得希望當然不只我 我們也有很多台灣的球員在CBA打拼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不是這麼簡單能夠走的路吧 然後其實我們都會繼續加油 然後在CBA上都能夠打出自己的球風 然後就要謝謝他們的支持